蟹为了打败佐助竟然用上了最后一个卷轴 在三代封影被佐助摧毁后 蟹终于决定用自己的身体来战斗 一开始他便用上了百机操演 数百具傀儡请客间朝着佐助冲杀而下 佐助不禁感叹道 前世的小鹰真的战胜过这种家伙吗 他闪躲的同时用须佐之剑瞄准了蟹 蟹剑状立即对着前方的河水喷射火焰 水蒸气煞食弥漫四周将蟹的身形掩盖 失去目标后佐助果断将须佐之剑射向傀儡 但最后只堪堪破坏了三个 百机傀儡合围住佐助的须佐能呼 虽然无法突破须佐的防御 但蟹依旧乐此不疲地进攻着 他要迫使佐助维持着须佐 以此加快他的消耗 佐助对蟹的意图心知肚明 他在须佐手中凝聚出双剑 随后和百机傀儡展开大战 锋芒所到之处 傀儡破碎无双 剑撞蟹立即激活了背后的第二个卷轴 强力的高压水刀对准佐助发射 这水刀能够轻松地将高空的云彩抹除 切割须佐能呼自然也不在话下 佐助难以置信 但这水刀也暴露了蟹的所在位置 蟹佐向着蟹素发了意见 蟹立刻将双手朝下 借用水刀的反推力躲过了这一击 这时佐助突然分出了十个分身 每名分身都携带钢丝绳朝着傀儡发起冲刺 但不到十秒的时间 引分身都被傀儡们消灭 蟹不禁笑了 终究只是个小鬼嘛 但佐助却突然抬起虚左的骨拳猛的一转 傀儡军团在钢丝的收束下骤然收缩到一处 原来刚才那十个影分身在傀儡上都绑上了钢丝 佐助对准傀儡团猛然发动天杖 在暴灭声中摆机操演复制一具 一系列操作让蟹满脸惊愕 但这并不是蟹真正的实力 他身后那个前世都未曾用过的卷轴才是杀手锏 蟹终于激活了第四个卷轴 十个通灵术是在卷轴上一字排开 而从巨大烟雾中出现的居然是一位守鹤的傀儡巨兵 佐助满面惊讶 他再次燃起了须左能呼 守鹤发出了强大的吞吸力将须左定在了原地 之后又一发炼空弹迎面袭来 这一吸一推的 让须左能呼煞食粉身碎骨 佐助在狼狈落地后向前发动了数戒降弹 数戒缠向守鹤聚兵 但守鹤突然弹出数百个螺旋刀片将大树削斩殆尽 烟雾散去后 出现在佐助眼前的居然是守鹤的伟兽翼 佐助冷汗直流 不惜透支同力开启了第三形态的须左能呼 之后对着飞来的伟兽翼发射了黑炎箭矢 双方攻击最后彼此抵消 两尊庞然大物冲向彼此 论攻是佐助更胜一筹 但每次攻击都会被守鹤用沙子化解 佐助不得不承认些的傀儡术真是举世无双 几乎还原了守鹤本尊的力量 这时天空压抑着沉闷的雷声 麒麟的条件已然满足 但佐助心之肚明 光靠麒麟显然不足以摧毁守鹤聚兵 如今只能用那招了 他将须左高举手掌 天空的雷光汇聚在须左手中化作千鸟 之后他又将白色骤印散发在须左能呼上 千鸟雷光即变成白色 现神色动容 那家伙真是个怪物 他再次凝聚出尾兽玉 并将守鹤之矛横在其中 双方大招碰向彼此 守鹤聚兵中被摧毁殆尽 在混乱中佐助又发动千鸟锐枪刺入蟹的肉盒 他深知自己没有名人的别添嘴 为此将隐患切切实实的消除就是他的做法 先毫无遗憾 最后留下给千代婆婆的遗言后驾鹤戏群